最近两周 新闻上总是说A股 量价齐飞 连小区门口的牙医广告 也换成了券商的开户宣传 有件事很有趣 当股民在买股票的时候 国家却在悄悄地囤积黄金 看公开信息 中国在2016年10月之后 就没有买过黄金 但是这个政策 在2018年12月发生了改变 过去三月赤资买金 甚至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和对金价上涨的预期 主权国家囤积黄金的意图 往往是增强投资人 对本国货币的信心 一年来中美贸易摩擦 导致央行抛售美元国债 保护人民币的汇率 或许增加黄金储备 也是增强市场 对人民币信心的一个方式 普通投资人 是否需要搭这趟顺风车 我没有答案 今天看股神巴菲特 2019年的置股东信 信里居然帮我解答了这个疑问 和中国政府一样 巴菲特的公司 Berkshire Hathaway 也是一个很大的 美国国债持有者 有1,120亿美金之多 作为理智的投资组合 怎么也应该放一部分 闲置资金在黄金上 不是吗 股神通过回忆一段往事 回答了我心里的疑问 77年前的3月11日 11岁的巴菲特生平 第一次用自己的 114块7毛5美金零花钱 买了一只美国股票 谁知道那一天 美国宣布加入二战 从短期投资的角度看 没有比这个时间更差的投资决策了 但是巴菲特从小 就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人 实践证明 对美国股民来说 过去的77年简直不要太幸福 如果1944年 小巴菲特的114块7毛5美金 放进了一个零收费的 标普500指数基金里 2019年1月底 可以收获606,811美金 增长达5,288倍 今天看涨黄金的人 往往会说美国正在步入一场 不可避免的主权债务危机 的确 过去77年美国的国家债务增长了400倍之多 如果有人在1944年预测到这种量级的债务增长 加上美国参战 无疑为了避险 一定会抛售美元资产 购买黄金 巴菲特说 如果当年他用114美金 买了三又四分之一盎司的黄金 这笔投资 今天价值4200美金 涨幅不到标普指数的1% 美国政府能承担多少债务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在巴菲特看来 他愿意持有一揽子 优质美国企业的股权 剩下的余粮买了1120亿美金的国债 也不要一盎司的黄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